我第一次到台湾 在这个金钟学会的第二层楼 他有挂了一幅画 哪一幅画呢 我很喜欢看这一张 这一张 在这个台南金钟学会二楼 有这一张 我以前 刚刚到的时候 看到这一张 那个心 看到阿弥陀佛抱着这个小孩 那种很亲切 就好像一个父母 想念那个儿女 赶快回家 就好像一个父母 一直想念孩子 你什么时候回家 那个阿弥陀佛的眼神 看到这个小孩 很亲切 而且 他的爱护 慈悲 甚至于超过父母那种 对儿女的想念 所以有一次 我就问这个 我们学会里面的 一些老菩萨 因为里面很多一些注重 注重很多 过难的人 也很多 那有一位老人家跟我说 他说 学武法师 这个图片你知道吗 他说 我跟你说 这个图片 就是阿弥陀佛 要我们赶快回家 不要带在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赶快回来 因为回家真好 这个老菩萨 已经往生了 但是 他讲的那一句话 让我很亲切 所以阿弥陀佛 每天想着我们 还是 什么时候回家 该回家的时候 赶快回家 不要待得太久 在这个地方 只有苦没有乐 所以 到现在 对着阿弥陀佛 就好像父亲一样 天天看着我们 什么时候 能够跟他们在一起 阿弥陀佛 每天都是这样的想 不但阿弥陀佛 连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也是这样的想念 然后到了西方节的世界 父亲就好像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都好像我们的长辈 而且生到西方节的世界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 这种的感觉呢 我相信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念佛的人 会有一种想念 希望大家也是一样 这个老菩萨呢 常常跟我讲 要赶快回老家 因为我以前在台南金中学位 住了很多年 所以回家真好 真的 为什么真好呢 我有一个朋友啊 很好的朋友 也是 现在也是我的道场的护法 很好的朋友 一般我们讲的就是 对女生 闺蜜 男的 哥们 他呢 是一位商业家 做生意的 但是他把家 排为第一 把生意啊 排为第二 都是以家为主的 所以他 十点进公司 三四点就回家了 我有一天常问他 你一大早就回家做什么 他说回家真好啊 那个回家的感觉真好 他为什么喜欢回家呢 感觉嘛 这个感觉的意思就是说 温暖啊 和睦 关怀 爱护 所以回到家里很幸福 回到家里很快乐 因为家里带来温暖嘛 所以他让他感觉 回到家里真的很舒服 回到家里 感觉很踏实的感觉 如果今天这个家庭天真吵架 你讨厌我 我讨厌你 你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你 你会想回家吗 你回家没什么意义啊 你每天回到家都吵架 不吵架都是我讨厌你 所以现在为什么 很多一些大富大贵的 富而不乐 贵而不安 什么原因很多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虽然这个简单的道理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透彻的了解 真的 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你回到那个家庭 你的心里很踏实 就好像我们回到西方街的世界 为什么很踏实 为什么这么快乐 因为跟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带来不安全 不可靠 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病 各种种的 所谓的八经交苦 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念佛 目的是为了什么 没有别的 要回到更好的家 这个家在哪里 西方几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家 所以为什么呢 念佛 你看我疫情之前 我看到很多国家 那个念佛的人很普遍 所谓我们净土中里面所讲的 三根仆辈 利顿全授 无论男女老少 就算你 连三岁五岁的小孩 八十岁的老翁 就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每一个人都会念 很简单嘛 也不用出力 也不用耗很大的 一些 一些的力量 去背 去修 述口 都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但是为什么 现在念佛这么普遍 成就的人少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没有把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净土中里面的经典 还有我们的祖师大的 这些的注解 真正透彻了解 对于西方极的世界的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没有真正透彻的了解 所以产生对这个 说服世界的执着 非常的严重 看不破放不下 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纳的 下面的 等一下要跟大家来说明的 那就是很重要了 我们对这个 说服世界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执着 你没有把西方极的世界吃饿 搞清楚 搞明白 如果你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对这个世间会看得很淡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间 而所有得到的 只是暂时 它不是真的是你的 你今天所得到的 只暂时跟你用而已 时间到了 各走各的 没有一样东西 能够带得走的 今天如果我们 对这个极乐世界 能够彻底明白了 了解 对于释迦牟尼佛 苦口婆心的劝导 那今天 我们来念这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真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你那个心 会集中在这句名号 你的心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除了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其他的 只有阿弥陀佛 放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这个名号 才能够带得走的 一切万物都才不做的 所以 你要把集中 集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 看到人家在赌博一样 你看赌博吗 你看师父小的时候 看到很多 喜欢赌博的人 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喜欢赌博的人 有些赌博 三天三夜 他不吃饭 不睡觉的 他为什么能够为得吃 因为他精神集中在 我要怎么样来打赢这个牌 就是这个道理 看有一些人家 喜欢看联系剧的 从早到晚 一直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精神集中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故事 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这些好人是怎么样的结果 每天就看这个联系剧 天天看着他 到最后是怎么样 都是一样 被迷住了嘛 那今天我们如果来迷住这句名号 像他们那样来念佛 那成就都不得了了 不要说三年五年 三天 你就能够得神净土了 你看那个英格法师 英格法师 他为什么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 因为他心里知道 不守清规的人 将来会堕在五千地狱的 他害怕 如果我今天不用功的话 那阿弥陀佛怎么办 只有两条路 不得到西方解的世界 那就堕阿弥陀佛 所以他拼命地念阿弥陀佛 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 而且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 英格法师 我不要 我现在就跟你走 你看 你看那个心 那个心 不动摇 对阿弥陀佛的深信 对西方解的世界的向往 从而不动摇的 那个精神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行 没关系 你要慢慢来 阿弥陀佛也慢慢来 也无所谓 你要等十年 阿弥陀佛也等你十年 你要二十年 阿弥陀佛也要见你二十年 没关系 所以这个 念佛 如果今天你真的对这句名号的功德 透彻的了解明白了 对西方解的世界真的 透彻的了解 你这句名号 就算你念一句名号 你就能够得身尽头 你那种力量 你那个念佛的力道 非常之强 现在我们只是 有供修念佛就念佛 有空出来 该打电话的打电话 该讲话的讲话 所以没有真正的 其中 在这句名号 所以有断序 不像我们大师之菩萨 远通章里面所讲的 静念相续 我们没有相续 我们常常有断序的 而这个断序呢 都是常着什么呢 对这个世间观念 想法种种的 产生的严重的执着 所以产生我们今天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力的原因 所以赶快回老家 修行 时间到了 赶快回去 不要待着太久了 这个师父跟大家讲的是实在话 不是迷信 也不是消极 但是 我们已经明白了 阿弥陀佛天天都想念我们 你像 那个祖师当中 你想弥陀 弥陀想念你 念念相应 哪来不等成就的道理呢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这幅图画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常常每一天都看着这一张幅画 而且到现在 还有 以后你们到台南的时候 就赶快去看 很大张哦 画的很大张放在那边 好 好 谢谢大家